这是2016拼招联赛男团半决赛 奥运冠军马龙对阵16岁小将王楚清 马龙在7比11先输一局之后调整状态 联赢三局逆转王楚清 王楚清的晋级国家队之路是相对顺利的 在2013年和2014年 他连续两年获得了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单打冠军 拿到了进入国家二队的桥门砖 2015年他又凭借全国锦标赛八强 和队内循环赛前13的名次 顺利进入到国家一队 这场比赛面对巅峰龙队 年轻的大头还是被龙队上了一刻 不过大头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6比8 6比8 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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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比四 四比四 加油 加油 六比六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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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